陶大宇趁着初七人日 去到深水埗向长者派饭送暖 一向热心公益的大宇说 自己很喜欢拣选一些特别的日子 向社会作出小小贡献 我都派过深水埗区的 长沙环区的 都是这一头 今次我旺角是不是太子 我也是第一次 除了要多谢他们的长辈 肯赏面之外 我要多谢朋友和团体 譬如说借出一些场地 还有帮我做行动 有时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 我根本都做不到 我根本都不认识 有时这些东西 你不是说你要做你要派就派 都要别人帮忙 我觉得都要很多谢他们 如果不是完成不了 今天这么开心的派对 很多人在农历新年期间 都会准备连串的活动去慶祝 这日大月都有分享 他的假期生活 陪家人多了 因为我经常飞内地工作 飞身去到几个月才要回 分开的时间又多了 又见我家人就少了 適逢现在又过关又方便了 回来陪我家人多了 因为我回来做事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管了 所有的事都交给了我 我哥哥我嫂去做 我觉得好像很过意不去 然后我回来除了要还债之外 都是要接棒的 都轮到我照顾我家的老人家 所以这次过年我很开心 又可以煮饭仔 又可以大家聚一下 过完年插足电后 大宇已经准备好重新投入工作 他也很期待2023年有更多新搞作 我认为头头的 没有去年这么投入 因为今年我想再长一些时间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过关方便了 我不用筹备 我说去就去 说过就过 以往你知通关 和过关要隔离的 只已经浪费你整个月 才可以踏足到内地的土地 今年不用 反而我放松了 所以想在香港先休息 或者有人生你去玩 就可以飞一下 可以这样 觉得自己休息够了 玩够了 而真是你不做不行了 那就开始实行自己做事的态度 如果在内地做事 会不会都会留在香港 做一些工作选择 今年特别一点 今年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恢复很多市场上的东西 很多人找我 他谈 我心想现在过年 你这么早就问好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很开心 市场很好 就是这样 就是慢慢谈 其实我都想平衡一些 做事和休息都是拿回一些平衡 甚至乎我在香港 或者我离开了香港 我也想拿回一些平衡 会不会像一面倒那样 集中在外面 其实我都很想念香港 我都很想念香港的朋友 就是这样